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伟玲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榆林县政府和胡伟镇公所 将在113年1月1日上午8点 在胡伟镇立图书馆前广场 举办元旦升旗活动 除了有表演摸彩等精彩活动之外 只要有参加升旗的民众 都能够拿到一个好彩头 象征新的一年友好兆头 邀请民众用实际行动 展现爱国热忱 用热情的舞蹈来为这天的记者会开场 为了来迎接新的一年 榆林县政府和胡伟镇公所合作 将在1月1日早上8点 在胡伟镇立图书馆前的广场 举办升旗活动 邀请乡亲一同参与 2024年元旦的升旗典礼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胡伟镇立的图书馆前面的广场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在新的一年给大家新的气象 新的希望 也带来新的机会 希望能套过这个元旦的升旗典礼 让大家看到 新的一年 新的一道曙光 让大家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希望 也可以借到这个升旗典礼 团结大家共同凝聚的力量 维护我们中华民国的祝联 当天除了升旗典礼外 还有表演摩采等活动 而且参加的民众 也能拿到代表好彩头的白萝卜 所以当天你如果来参加的话 不只是我们有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 还有非常重要的摩采 奖品非常的丰富 那同时要回家的时候 一定会送你一颗好彩头 县长张立善也表示 为了鼓励年轻人生育 县府推出两年六亿的万宝龙计划 有各种生育补助 让爸爸妈妈申请 希望借此提高云林的生育率 两年六亿的万宝龙专案 那从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启动了 那第一胎到第三胎的生育 津贴提高到三万块 同时又增加坐月子三万块 那第四胎以后就是十万块 那坐月子一样三万块 只要你是母亲或父亲呢 在云林县入籍三个月 到我们护证事务所来登记 那第一胎到第三胎呢 现金领六万 再增加送三包的大尿布 欢迎民众在1月1号到 胡伟真理图书馆参与活动 让明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记者协议称采访报导